果真优秀的人总是会凭借着自己的成就,收获万众瞩目地,说起肖战,大家必定会想到让他成功出圈的陈情令,一部作品让他成为了娱乐圈中的顶流,但殊不知肖战前期做了多少努力,他曾经也是默默无闻的人物,也在为自己的事业不断拼搏。 肖战的二二七事件,对他的事业影响非常大,外界对他有不断的攻击和猜测,键盘侠的言论相当犀利,但肖战并没有在这些言语中迷失,他依旧努力,依旧勤勤恳恳地做自己,终于,他实现了从低谷到高峰的跨越。 肖战是一个非常有可塑性的演员,他对于角色有最为真切的把握,也能够让观众与之共情,当然,他也是一个很敬业的演员,对于自己的角色, 他永远都是亲力亲为,在别人都找替身,替自己演绎危险镜头的时候,肖战总是会完美地将自己的角色诠释出来,他极力拓展事业发展,不仅参与影视作品的拍摄,偶尔也涉及话剧,在话剧这条道路上,他真的也成就了一番精彩。 其实,像肖战这样的实力派男演员,在圈内有很多,但肖战之所以能够成为万众瞩目的一个,源自于他能够秉承自己的初心,源自于他身上那股干净阳光的气质。 他在人生起起伏伏之间,依旧能够保持自己内心的坚定,在虚幻的娱乐圈,依旧能够坚守做人的原则,他就是圈内的一股清流,是一个非常难得可贵的存在。 小飞侠们之前也为肖战捏了一把汗,猜想这部作品会不会让大家失望,会不会对肖战的事业造成不好的影响。 可看到作品后,大家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,就算是肖战两年前演绎的角色,依旧能够俘获观众的心,网上对于肖战所演绎的顾位这一角色评价很高,大家称赞他走在光影里,好像无云的夜空,繁星闪烁。